有人会以为就是 他都怕他本身 我们一拿回来 我还有灵性有没有 对对对对 灵他的头 我不怕得罪占卜师 我只是怕这个行业越来越肮脏而已 你们是来算牌 还是在卖产品 然后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只有花钱 哎呀我钱最近有问题了 来带这个招财的 你就更有钱了 你敢说我敢播 欢迎大家收看 彬彬有礼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彬彦 这样子那今天很开心 就可以来到这里呢 来访问这个塔罗牌的大师 是我之前呢 就是有在脸书发问嘛 就是谁可以推荐一些人选 适合的人选 就是有趣的工作给我 然后他就勇敢 臭不要脸的 他就自荐了 所以我就很欣赏那种勇敢自荐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种人就是比较有自信 而且呢他抓紧任何的机会来表现自己 所以呢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Harry 塔罗牌占卜师 这样子呢 今天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呢 除了是等一下会拜托老师帮我占卜一下 可以 然后呢顺便是跟大家打破一些 塔罗牌的迷思 迷思 对 这样子到底什么是塔罗牌 你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塔罗牌就是 牌咯 它从工厂 写出来 然后包装 放在一些书局卖 放在你手上 它任何功能都没有 哦它本身是没有任何功能 没有特别的功能 就好像有人会以为就是 塔罗牌它本身我们一拿回来 我还有灵性 对对对 灵它的头 哈哈哈哈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觉得 因为 一想到塔罗牌一定是在一个很暗的房间 然后坐上一定要有一个水晶球 有 甚至还要有一点蜡烛 然后可能要播一些很诡异的音乐 对 Two 所以塔罗牌到底是什么 每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都很想骂张话 我跟你讲 stëft ah好今天也不骂 啊好 今天也也不骂 哈哈哈 因为我频道是比较健康 对很健康 但 muitas官呈 哈哈哈 你们认识吉普赛人吗? 不认识 Gypsy 就是你有看过Gypsy那种包头 然后就看水晶球那种 那一个是吉普赛人的形象来的 是他们原本自己的形象 跟塔罗牌没有太大关系 没半毛钱关系 吉普赛人为什么会叫他吉普赛呢? 科普一下给你们 叫他Gypsy的原因是 以前欧洲人以为他是从Egypt来的 其实他们是印度人 罗姆人 然后你们有一个说法就是 塔罗牌是从哪里来啊? 埃及啊传过来等等的 他们的说法是由吉普赛人传进欧洲 这个说法就错了 所以什么才是正确的说法? 其实没有正确的说法 没有人知道它是哪里来的 怎样演变过来的 可是记得一件事情 牌真的就只是牌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很多的 所谓的塔罗牌师傅 老师 他们只是要营造那种 氛围而已 你觉得你会 包了那个脸过后 功力比较高一点? 哈哈哈哈 踩顶要骂张话咯 哈哈哈 这样其实塔罗牌 跟其他的算命一样 就是它是属于算命类的 其中一个分类 我通常都会把算命跟占卜 分开 就是有什么差别呢? 我的认知啦 算命就是算你条命嘛 占卜就是我要看某某事情 比较特定的 嗯 Timeframe 可能会比较 短 几种 这两个月 冰宴可以拖单吗? 哦 不行哦 算命就是 哦 冰宴这五年可能可以拖单哦 这五年要好好注意一下 桃花哦 那样的分别啦 哦 所以占卜比较是近期 比较是现在的状况 对 比较specific 我不能问你 我十年后的这个运气 那个要用算命去算 算命的工具是什么? 哦 占星啊 还有职位兜术啊 法治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就是属于 算命了 这样子其实 怎样判断一个占卜师的 那个power去到哪里? 因为我真的是对塔罗白一点 尝识都没有 一点认知都没有 一点认知都没有 我就上网看很多资料他们说 要去吃素啦 要去灵修啦 哈哈哈哈 是不是有种 何佳环 如何去判断一个占卜师 准不准 只有一个方法 去给他算哦 去给他算哦 是 然后 我们要如何判断一个占卜师 他是不是 好占卜师 嗯 第一点 他有没有链财 链财是什么? 就是很爱钱的 一坐下来就拿那条链出来 咋哟alar 百两百 自己为战老四 我不认情 除了也是 所以明镁 在什么问题 都没有 都有 而是 代表善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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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没有 得罪占卜师 我只是怕这个行业越来越肮脏而已 所以这个行业确实有很肮脏 我不能说这个行业肮脏 那些人很肮脏 有没有就是真的是很 就是这个行业有一些败类 很多 很多败类啊 很多败类啊 如果你觉得我也是一个败类的话 可能我也是一派 那败类在哪里? 除了恋财 除了恋财 塔罗牌知识 基本上完全没有掌握 然后你就说自己是专业 然后你还去帮人家算 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觉得我们讲了这样多 还不如我们实际 Herry他一直吹 前面吹大了 可能他后来算的东西全部不准 一直不准 我们试一下咯 来 通常呢 占卜师就会说咯 你要先洗牌 我要先洗牌 你要concent你想的东西 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我通常 你需要洗牌吗? 不是 就随时都一样 哦 然后 你洗牌 通常我会给我顾客洗牌的 原因是我懒多洗牌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不是因为你的手有那种魔力 够了 你们真的够了 因为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太少管道可以了解塔罗牌了 因为我们看那种电视台啊 或者是 总之所有的新年特备啊 都是请那种风水师等等的 风水师等等的 然后不然就是星座学的 生肖学的 是 现在我们来算一下我的感情 哎呀 我今天起鸡皮疙瘩啦 来 给我三张牌什么都不用想 什么都不用想 放松就好了 可是我的感情比较特别哦 没有关系 我的是同性的感情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 哈哈哈 OK 其实它是反牌啦 我们看到 Ford of Rods 反牌 Night of Pentacles 还有Two of Pentacles 这几张牌 通常呢 我们看到Pentacles 的时候呢 它都是比较倾向于 不太能表达自己的 一个感情状态 所以 现在如果你 单身也好 拍拖也好 什么都好啦 很难去 啊 express自己的那种情感的那种feel呢 先阶段是 Ford of Rods 反牌 还有Two of Pentacles 在近期 handle感情方面 其实是会有一点 比较难去平衡 所以最近的平衡就 有点 要去 适应 或者balance 两个人的生活 还是之类的 再给我一张牌 所以我觉得 在先阶段呢 对别人的 然后刚才我有 我一直问他 诶 你有没有拍拖 他说我不跟你讲 OK没有关系 这个是他 在于这个情感世界 他有付出的多吗 其实很矛盾这个东西 你看啊 Real of Fortune 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牌 but 他是反牌 然后King of Rods 反牌也表示了 我很想顺其自然 可是 我又没有办法完全去 control到自己的那一种行动 行为 所以他是蛮渴望爱情的 嗯 现阶段呢 所遇到的人 基本上安抚不了自己爱情的那一种感觉 嗯 会不会搞到你分手哦 哈哈哈哈 我是单身 我是单身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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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 我确实在感情上面是蛮混乱的 就是混乱的 就是 很struggle 嗯 我觉得我遇到的人 并不能走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一直 保持着一种 可能曖昧的关系 可以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走在一起 他也没有办法 给个说法 OK 就在感情上面的建议来说呢 我会我会希望你 你不要那么的 没修没少啊 这几个月 OK 因为你第一点 你可以避开不必要的人先 嗯 第二点如何去提升呢 你 基本上不用去提升 特别的提升自己圈子 还是自己的 嗯 你只需要再 多一点的去跟人 沟通 沟通啊 多一点聊天啊 聊天哦 每一天聊电话 到电话走 都没啦 沟通啦 就多一点的跟不一样的人沟通 OK 然后可能再过了几个月后呢 你的桃花圈子会越来越稳定的 沟通多了 你的选择也会懂得去 如何去选择啊 如何去排斥 但没有的选择耶 哈哈哈哈 我也很想要 诶 十个桃花给我选了没有 是你要多一点沟通先哦 OK 好 将我们现在开始三张牌 对现在的事业 事业啊 就是我的YouTube事业 对 我们看到Tree of Bandegos 反排 Page of Bandegos 反排 还有Page of Cups 反排 为什么会有Tree of Bandegos 反排呢 因为它肯定跟金钱的课题有关 Page of Bandegos 反排 它是不稳定的金钱 Page是里面最嫩的 结果你有两张很嫩的 所以在这个收入来说的话 这个工作是不稳定的 极其不稳定 而且钱极度少 是 肯定是的 因为Tree of Bandegos 反排嘛 你很努力的去耕耘 去雕塑等等的 可是那种钱还是 一直回不到来 看不到那个钱 辛苦你了 好 等于不用做了 是 可是也不是不用做啦 再给我一张牌来 这张牌是看什么的 Improvement 来我们看到King of Sword 反排 其实讲真的 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定位 因为你看那 King of Sword 本来它是稳定的排来的 本来它是可以学习的排来的 可是都是反排 也是不稳定的 那个思维想法 它是很飘的 一时这一个 一时那一个那一个感觉 所以走得太杂拙了嘞 除了看爱情事业 通常还能看什么 感情工作人际关系金钱 然后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我不看健康的 Tree of Bandegos 看不了健康的 我还想问你可不可以看健康 是有病看医生的 难道我出一张牌 我就给你血糖3.7 有点高 你可能可以预测 我接下来会被中大病 就算我看到你不健康 看到你健康 我都会告诉你 早点睡 多点喝水 不要熬夜 吃健康一点 多点运动 OK 这样子的东西的 要怎么调整形态呢 假设今天有一个人来找你 占卜了 可是算得很糟糕 如果真的万一啦 真的万一啦 我真的算到 我真的被算算到很糟糕的话 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在这些问题里面 找问题咯 因为你懂了问题 你就可以解决问题 面对问题 我都跟我学生讲 你要学习一句话 你要认命 可是不要认输 这个生命 对 真的是不好运气 那你不要认输啊 你可以去扭转的 好 那最后的话 你分享一下 介绍一下你的这个 哈利丹 这个工作室 除了帮人家占卜还有什么服务 基本上我主要的服务 是帮人家占卜啦 如果要来学习陶螺派的话 基本上就上我的Facebook下面放我的link咯 我的Facebook那一边会update OK 所以呢 这个中心呢 是在Pujong 在Pujong 记得要预约 不预约的 我绝对不会开门给你的 是 我今天也是有跟他预约 一定要 而且他还就是 特地煮了一碗 spagetti 我下面给他吃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这样今天的这个访谈呢 就到这里 然后非常谢谢哈利丹老师 哎 很客气哦 谢谢你 记得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帮我们分享 点赞 还有订阅 我的频道 还有哈利丹老师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